近年來迅速崛起的英國通靈預言家 賀密爾頓·伯克一直以來的預言的準確率都極高 他曾在9月1日預測習近平即將會被取代 中共國內部大戰將起 中共將會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跨台 習近平二十大連任後 外界都覺得預言失準 沒想過二十大過後無奈 一場烏魯木齊的奪命火災就引起各地爆發白紙運動 在群眾的一片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呼聲中 入門又想起了柏克的預言 難道柏克的預言又會應驗了嗎? 英國的預言家賀密爾頓·柏克 9月份在自己的油管頻道上公布了一個石破天驚的預言 他說人類現在只是處於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時刻 如果你跟隨我的預言 你會記得我曾經多次說過中國將會發生一場變革 他進一步說明 入門將會在十年內看到中國完全轉變 但這個轉變的開始將會很快發生 大約在2023年初、2022年底 我感到他真的來我們很近 柏克還語出驚人 說習近平即將被取代 中共國內部大戰將起 中共將會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跨台 柏克就曾經在他的片段中說過 習近平最終不會當選 但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順利連任 外界認為這次柏克的預言似乎是沒有應驗 他都看到中國很快會進入大規模的鎮壓 不過就沒有說明是什麼鎮壓 他還補充 預測一件事何時會發生是一件很難的事 對所有的預測者來說都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這次對於中共的滅亡時間 我感覺到非常強烈 他認為中共將會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跨台 柏克預測2024年將會是一個轉捩點 未來會看到西藏獲得自由 會看到香港真正的更大的自治權 會看到台灣最終的自由和獨立 局勢峰回路轉 新疆烏魯木齊24日發生的一場火災 疑似是因為過度防疫導致住戶無法及時逃脫 不僅帶走了十條人命 都點燃起中國人民近三年來對當局過度防疫清零措施的不滿 手持著白紙上街表達訴求的白紙運動 不僅在中國各大城市蔓延 海外各地都陸續出現了自發聲援的活動 白紙運動很快就席捲全球 民眾都高呼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原本要求當局解封的訴求很快就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 儘管這場政治運動很快就被當局鎮壓 但它必定會在歷史中留下一個重要的印記 對於這場的白紙運動 知名人權律師 美國天主教大學人權中心研究員陳光誠表示 老百姓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 那名長期以來中共的這種道行逆思 已經令到老百姓非常之厭惡 而且老百姓都非常清楚地了解中國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中國之所以存在這些問題 是共產黨專制政權造成的 烏魯木齊大火都只是一個有因 有發大家去表達內心的憤怒 實際這次白紙運動 由某個程度上是不雅於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 陳光誠繼續說 一個人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眾人隨聲附和 表明了中國民眾對共產黨的認知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達成了一種共識 共產黨利用方技去控制人民 道行逆思 中共本身以為可以將中國人民控制得死死地 但是白紙運動就在整個中國遍地開發 發生了一個廣泛的遊行抗議 目標直指中共 不論這場運動可不可以成功 起碼中共會加深水能載舟易能覆舟的恐懼 為了減少白紙革命帶來的政治衝擊 習近平終於向現實低頭 由北京和廣州開始 政府宣布終止動態清零的害人政策 取消核酸檢測 陽性居家隔離 社會全面放開 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國防疫模式 最終以失敗告終 與此同時 針對白紙運動撥躍分子的大拉布也開始 南京傳媒學院舉白紙抗議的女學生李康夢 網傳已經被捕失聯 中共採取對大多數作小讓步 來換取對極少數的打擊 這是一貫的手法 運動中敢於呼喊的反共口號 敢於與警察暴力對視的年輕人 難免都在這波清算中吃了個斧頭 不過新政策推展並不平衡 有些地方仍是封控 有些放了又放 有些就還在拆荒倉 又有些還在家建 中心城市寬 二三線城市炎 調整都只是權宜之計 中共並沒有徹底去認輸 很多大學提前放新年假 逼學生回家 廣州警民衝突最激烈的天河區 當地聚居的湖北農民工都紛紛回鄉 將城市中聚居的工人和學生打散 讓他們回到老家的鄉村政權一個個去收拾他們 這又是中共的如意算盤 城市中集體抗爭不要對付 反抗者回到鄉村 單人匹馬 在當地中共爪牙去清算 當然就是省事很多了 白紙革命或者會漸似低落 除非放棄清零後 城市疫情再大爆發 政府迫於無奈又重啟封控 到時人禍又回頭再激起民變 而這種可能性都是存在 二十大之後 中共本來是想有罪放開 稍微去放鬆管控之後 廣州、北京、成都、鄭州等中心城市 都即將情爆發之勢 於是政府又狼狽地收回 那些如虎行盼金林一樣 盼望恢復正常生活的市民 又跌落深淵 更加是對未來感到絕望 於是抗爭去到全面爆發的地步 中共今次大讓步 實際上政府和社會 都沒有一個充分的準備 疫苗注射比率低 疫苗功效成疑 拒集體免疫上遠 除了大百人多之外 防疫和醫療資源都嚴重不足 一旦疫情大爆發 即使重症和死亡率低 但人口基數這麼大 醫療系統都會崩潰 最終社會混亂和民怨沸騰的惡果 仍然都是要中共自己去承受 城市一旦大爆發 正常社會生活無辦法恢復 經濟無望回升 年關前中小企又有一波倒閉潮 失業率將會失控 地產終究無救 城市中的定時炸彈又將會爆炸 大學生和農民工分散回鄉 表面上看是中共的絕招 實際上只是將城市危機轉移到鄉村 回鄉大學生都是白紙運動的主力 雖然被打散 但每個人都帶著一康怒火回去 他們將白紙運動的政治覺悟 帶到窮鄉僻弱 在苦難的土地上生根發牙 而走回鄉下的農民工 受盡中共嚴酷的欺壓之苦 滿腔沽憤 帶著對中共的惡感和對未來的絕望回鄉 日後生活無著 新舊仇恨都堆積心頭 他們會老老實實去種地嗎? 當然不會了 回鄉下的學生和農民工 在家鄉受盡中共基層廣播欺壓的鄉親相遇 乾柴烈火一點即著 到時會發生什麼事就可想而知了 中共的警力集中在城市 鄉村維穩體系相對薄弱 政府養的鷹犬有限 底層的官員在政府守禁之後肥水大減 異慶難生 革命熱情和忠誠度都成疑 不願意也無力再去彈押 怨氣衝天的反抗民眾 村官都只有兩種出路 一是奉命清算反而被鄉民報復為偶 第二就是對上楊奉陰違 虛應政策對下討好鄉民合謀自救 那時鄉村的中共政權 便即將會是瓦解之勢 中共長期政策都是拉城市放農村 大量的農民多年到城市打工受盡欺壓 年輕棄勝耗勇鬥狠 現在他們被迫離開城市 一康的路火無處發洩 就怎會安分耕田 大學生和農民工回到鄉下 遲早都會搞事 再加上基層的黨官選擇躺平 到時候遍地野火以農村包圍城市 細便便會發生 白紙運動會暫時被壓下去 但是從彭在州在四通橋上 前面陣被一呼到現在 亦都不過一兩個月的時間 彭在州的政治口號 已經傳遍了全國城鄉 更激進的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都喊出來 反抗強度的進展之快 是遠超我們想像 彭在州的口號可以說是快速傳播 證明在中共嚴厲的網絡管治下 中國人已經找到互相傳播信息的方式 亦都證明它的口號是符合普遍民意 更加證明民眾抗爭 遠不僅是反對風控那麼簡單 已經提升到去推翻中共統治的高度 白紙運動無終結 只不過是暫時擲服 等待下一個反抗的契機 中共崩潰不會一次過完成 但這個過程已經開始 就正如我前民所說 那個不是概率問題 只是時間問題 中共政府長期封控 搞到民怨不斷累積 進而引發反抗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 港媒披露 習近平對訪華的歐盟官員 承認病毒致命性減弱 亦都向外斌表示抗議起因是因於疫情 外界都普遍認為 白紙運動催化了中國的防疫鬆綁 亦都有分析說 今次白紙運動雖然沒有敲響中共的喪鐘 亦都確實在中國的社會埋下定時炸彈 香港南華早報12月2日報道 12月1日習近平在北京 和來訪的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進行了長達3個多小時會談 提到了剛剛爆發的白紙運動 他說抗議的原因是 中國民眾為3年來的疫情感到沮喪 抗議的主要人群是學生和年輕人 報導表示歐盟官員感覺到 中共可能在考慮取消更多的防疫限制措施 走上開放的道路 因為習近平在對話中提到 Omicron變種病毒的致命性低於Delta 彭博社報導指出 如果習近平的說法屬實 將會是他首次公開承認病毒的威力 只是減弱 暗示北京政府可能會放寬防疫措施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表示 上個星期的抗議 令習近平不得不在疫情管控上 改用放鬆的措施 習近平收到這個信息了 另外近日中共高層連續兩天召開疫情防控座談會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在兩場座談會上都表示 Omicron的病毒致病性減弱 將會優化防控措施 和以往大多數會議不同的是 孫春蘭這次兩次都未提到堅持清零政策 外界普遍認為 習近平和孫春蘭的說法 是傳遞著中共最高當局放鬆 清零管控措施的信息 白紙運動的效果都似乎只是顯現 在抗議開始的烏龍木齊市 官方第二天就宣布了 結束長達一百多日的封城 最近幾天 廣州、北京、深圳、成都等等 多個地方都陸續放鬆了疫情防控措施 明天見 兩次都在抗議中 再次將會變成一座 全民進入 都在抗議中 全民進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